離早訪市中心最近開車約40分鐘就可以抵達的溫泉聖地 也是北海道有名的溫泉景點就是定山溪溫泉了 這一集沙子在旅行就要帶大家前往定山溪溫泉 除了入住鹿之湯溫泉酒店外 還要尋找河童的蹤跡 以及造訪人生必看的河童自然光影光雕 準備好了嗎? 那麼我們就出發吧! 這裡是我們今天晚上入住的入五之湯溫泉會館 其實在會館前面這條溪流就是定山溪 等一下我們就會沿著第三溪前面的小通道前往吊橋 今晚我們入住的是鹿之湯溫泉酒店 我們入住的房型一樣屬於合適的榻榻米 酒店大廳裝潢氣派 有launch bar可以喝著免費的咖啡 欣賞清音樂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來一杯啤酒 泡著溫泉度過浪漫的夜晚 今天晚上我們入住的是定山溫泉的鹿之湯 其實在日本很多的溫泉鄉的旅館大部分都是像這種 合適房 所以今天晚上又要住合適房了 那待會我們就到定山溪 還有一個定山溪吊橋 我們先欣賞一下它日間的美景 那晚上稍微天色昏暗之後 它會打燈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還會再去欣賞一次這個定山溪溫泉 還有定山吊橋的美景 來給大家做欣賞 定山溪溪水潺潺河畔風景秀麗 溫泉共有五十六處泉源 在溪邊即可看到許多從岩盤裂縫自然湧出 六十至八十度的熱溫泉 那其實關於這個定山溪溫泉 它是在1866年的時候陸陸續續在定山溪的附近 開啟這個溫泉會館 那這個定山溪溫泉其實也跟一個日本的鬼怪 就是合同有一些關聯 所以呢等一下我們在走路的時候呢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這個合同的一個可愛的雕像喔 我們要前往二建吊橋 往左邊四百公尺 看來在這裡有一個那個秀就是在這裡有 定山溪二建公園 白天我們造訪定山溪 沿著溫泉街道往上走 來到二建公園 夏日的白天造訪二建公園 可以欣賞到綠色楓葉沿著西谷兩岸畜生 風景真的十分優美 不時可以聽到蟲鳴鳥叫 公園內有幾處可以看到 河童雕像 還有一個巨大的河童雕像 就處理在入口處附近 這是河童嗎 長得有點詭異的河童 哇他還有配樂耶 走在步道上 感覺好像真的會遇到河童 哇他還有音樂還有這個投影耶 然後呢投影到前面的定山溪 那我想夜間應該是蠻精彩的 好這一隻就是河童喔 他就在這個吊橋的旁邊 河童在這裡嗎 這個定山溪旁邊喔 都種滿了這個楓葉跟青岡粒喔 我想如果秋天如果來的話呢 應該是拍起來會蠻漂亮的 我覺得這個二建公園 它其實還蠻像我們 台南隆起的虎形山公園的空山記耶 就是說他們把這邊喔 就是用燈光啊 裝點的非常漂亮 然後可以讓這個外來的遊客呢 來到這裡欣賞這個光影的投射 就在這個定山溪的旁邊 那待會呢我們吃完飯呢 我們也會再走一趟喔 來拍攝這個漂亮的夜間的二間公園 好我們現在要去二間公園看他的這個夜間燈光秀 然後他這邊需要有這個入場券喔 這是夜間的這個電山溫泉街 然後呢你看哇這個燈光一打開啊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我已經看到遠遠的前面這個 定山溪二間吊橋 哇這個燈光打開之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喔 我們趕快往前 好我們要把這個入場券呢 頭到住在定山溪溫泉的這個旅客桶中 哇夜間打燈起來就非常的漂亮喔 定山溪自然彩燈節是為了紀念定山溪溫泉開業150周年 而於2016年開始舉行的夢幻光影表演 彩燈節的會場 從二間公園步道到定山溪的二間吊橋 前半段是細碎的光之走廊 合同雕像變化多段的光影 接著是綻放光影花朵的光之森林 步道上綻放著朵朵燦爛的碎蓮 好前面這裡呢 這個步道上面 也有這個燈光的這個投射 好這看起來好像是一朵一朵漂亮的碎蓮 荷花 這個投射在這個樹上變成這個一閃一閃的螢火蟲 螢火蟲漫天飛舞的投射特效吸引了我好久好久的目光 這浪漫的場景與白天全然不同 石頭幻化為變化多端的百花蒸放 真的不得不佩服當初設計的人 可以將如此簡單的東西變得如此不簡單 果然是人生一定要來造訪的景點 接下來就讓我們好好欣賞這美麗的光影表演吧 風格燦爛 風格燈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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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我们在那个石头上面看到这个光雕 就是照射在这个石头上面千变万化 我觉得这个设计者真的是蛮厉害的 它可以利用这个大自然的包含树或者是石头 然后把它很自然巧妙的投射在这个石头或者是树上面 然后变成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光雕 南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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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们看完了这个二件吊桥的这个光雕秀 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很厉害啊 就是他们善用这个光影技术 其实都不需要太复杂或者是说太花俏 用一些简单的元素呢 就可以把原本呢 漂亮的东西呢 更普遣出它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个是看完这次这个光影变化的这个二件乔的一个展览 所得到最大的心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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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